然后呢我们说一下关于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累积折旧的问题啊 那这棍杂累积折旧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这个内容 而且呢在这块要注意啊 这也是我们在我们馆长中很重要一个 价值的转移的这个过程 在我们的预期班当中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啊 我预班里面给大家讲过 关于这个折旧的事情 关于这个折旧 这个折旧啊 其实对咱们整个的这个会议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对税的影响也很大 过去啊是没有这个折旧规范的 以前呢 就是咱们会计出水的时候是没有折旧概念 所以呢 这棍杂是不提折旧 不提折旧的话 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费用不提现的问题 不提现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价值转移没有体现的话 是叫什么 利润趋增了 那么远远吗 就最早啊是这样的 美国呢就西部开发 那么他呢就是搞铁路公司 铁路公司呢就是很多啊 这个外资就进来了 美国呢是有很多外资对吧 法国啊英国啊这资本家都投资过去 但是当时会计核赛当中是没有折旧概念 没有折旧 所以呢这个外资投资啊 那么大量的一个建设 大量的建设 建设完之后呢 他利润就要分配 利润就要分配 这样的话导致一个什么呢 这个美国铁路公司的话发现坏了 他前面去建设人引资 人引进资金的话呢 人说我这段时候我运营啊运营阶段 把利润都拿走了 没把折旧考进来 没把折旧考进来的话 这部分钱不好意思分配了 对吧 因为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折旧 城门里面就少一块 少一块利润就多了一块 多了一块前面那个什么股东就分配走了 所以呢当时说哎这不行 于是引出了折旧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价值转移 那么既然影响了我们后面所得税快的问题 所以这个折旧这块一定要搞明白 它本身没什么难度 我们都很习惯这个东西了 但实际上它的内层的含义是很关键的 而且对所得税有影响 对吧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顾问自然累计折旧这个内容 那首先咱们说一下关于顾问自然折旧的范围 说哪些自然提折旧 那么所谓的折旧啊 指的是在顾问自然使用寿命内 按照确定方法对应计的折旧额做系统分担 应计的折旧额 应计的折旧额是什么呢 就指的是应当记忆体的公传的原值 应当记忆折旧的公传原值 减掉预计经财值之后的经财 那这一部分就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会逐渐消耗掉 这叫应计的折旧额 对吧 那么如果公传还提过减的准备的话 那么我们还要扣掉已经计题的减准备的经财 那这应计这块 那么也就是我们有个故事 应计折旧额对于公传的原价减去预计财值 减去计题的减准备 因为这个准备它也是一种什么 一个准备金的问题对吧 把这个整个利润扣一部分下来 不让你那分走 那么影响公传折旧的基本因素 对吧 那注意三大因素 最基本的原值使用寿命预计财值 最基本的 那经过我们后面核档当中 有多种其他因素会有影响 但最基本的是这三个要掌握 那税法中啊 对于一个预计财值啊 使用寿命是有规定的 这个只是企业在算所得税时来做 快准的规定 适用企业的日常快计核算 这个不能混淆 因为食物当中啊 经常有这个问题 然后呢 经常很多人说这怎么办呢 对吧 直接按税法规定来吧 特别是有一种很差的很差的论调 对吧 很多财务人员不去真正学习 那然后呢 说哎呀 我们就按税法来吧 这样减少快税差异 的确啊减少快税差异的问题 那是什么 快计核算就 主要在交税时就简单了 对吧 那不就省事了吗 你要知道 如果简单的话 谁都能做 请问你呢 存在价值时 换个人也能顶你啊 对吧 换个不怎么懂快计的人 一样顶你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注意 快是快计 需要失去的 它的差异 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所在 没差异 我们快计是没什么价值 那因为没差异 很多企业说 哎你没差异的话 按税法来 正常交税 那我用快计干嘛 那真的是 找个积蓄就能解决 真有差异 有大量的要调整东西 而且这规则在变化 相当的我们快计才有价值 那所以不要混淆啊 然后呢 咱们说观赞提折旧 这个范围 对吧 原则上 注意要且快计则下啊 因为你要走别的快制度 不一样的 如果走且快计则 所有观赞提折旧 但有例外 但凡说所有的 都要看有没有例外 这有例外 有两类不提折旧 它也叫观赞 但不提折旧 对吧 一个呢 咱们说什么呢 就是提足者就 仍继续使用观赞 但是应激之后 我已经提完了 你就不能再提了 但我自然还在使用的 这个就没法再提了 那这往后就不用提了 以前他可提过啊 这以前提过以后不用提了 那提足了 还有一种 从头到尾不提 那这种是以前提过 提满了 以后不提了 因为还在用 另外一种呢 从头到尾不提的 什么呢 按照规定 单独估价 对吧 作为观赞入账的土地 这类的从头到尾 没提过折旧 那这个我们需要单独讲一讲 因为土地这个问题 无论是放到工作当中 还是咱们的会计核当中 或税法当中 都是一个容易混乱的问题 那这个咱们好说一下 怀疑土地 那么对于土地呢 首先咱们说这玩意没有新旧之分 那你能看出这土地更旧吗 看不出来 对吧 从表面 从物理形态上看不出新旧 那么这个土地这块呢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在放到哪里 企业取得这个土地 那实际上呢 咱们现在很多企业 它拿到的是没有 不可能做公资产的土地 它拿到的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或投资房产 或者存货 就是不能做公资产 那为什么有作为公资 核算的土地呢 单独那国家入账的 这就得往前说了 一说呢 说到什么 上个世纪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 在那个时候啊 咱们最早的时候啊 咱们的会计啊 都没有这些规范啊 90年代都没这些规范 那后来呢 咱们就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国企啊 撑不住了 然后呢 说这个不行 那你国也撑不住的话 这经济命脉啊 你撑不住怎么行啊 但国也说不行 大国贩 没有活力 于是呢 90年代说 那咱们做改革了 那么税制也做改革 快在过也做改革 对吧 然后呢 所有制也在做改革 都这样一期吧 那么当时就什么 国地税分家 咱们这现在国地税又往起合 对吧 又合起来前两年 那么当时国地税分家 那各自搞自己的 那把一份税收 那就交给地税 你来做了 那这一个 然后再有呢 就是对于这个国企的话 国企你不能吃大锅饭呢 那国企当时很多人就说 那我们理什么 独立经营 独立经营 国家说这好啊 我们放权给你独立经营 我国家只是投资者 我承担有限责任 不行的话 你就破产 所以我国比较早的引入破产法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撑不住了 原来的大国范围没有破产的 你不用担心 国家必须撑着 现在说不行了 实在不行 国家可以破产 对吧 国家承担有限责任 好了 那既然国家承担是有限责任 咱们成有限责任公司啊 那时候 问题来了 咱们得清晰清咱们这个资产 所以其实咱们的很多会计规范 都是当年留下来的 一点点留下来的 前面给大家讲 所有家准备也讲过这个问题 那当年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 对吧 所以即使是这个资产假如为零了 你也先给我在账上放着 全都提加准备 现在账上放着不能丢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这个东西呢 直接给我转嫁 不合资产经营 就这么一个 都是历史的问题啊 那么当时呢 国家说了 我承担有限责任 咱们清清产吧 对吧 清产合资吧 那这个事其实干了很多年啊 因为到现在有些企业还在做啊 这么一个 那当时呢 清产合资 一向一向清查 然后一向一向评估 就到土地这边梦了 说土地这玩意怎么办呢 那么当时呢 就批复了 你们这些国企啊 都有这个土地啊 那这样吧 这个土地啊 作为固定资产 因为当时的认知嘛 作为固定资产 咱们评估一个价值入账 估一个价值入账 但这个资产就不能提折救 没法提折救 这话 因为也没有年限 这个土地当时没有年限的 对吧 有人说不对 我们的土地都有一年限 你听我说完 别急 那么说这个土地是没有年限 没有年限 那就没有所谓的折救 也没有价值转移 对吧 你就站着吧 所以这就是当年 入账的固定资产的土地 好了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土地是有价值的呀 老国企那没办法 你也不能让他让出来 老国企说我现在没钱 你让我买我买不了 要不然就破产吧 对吧 趁着你们还没有破产法 咱们先破产了吧 对吧 你们给我担着 所以老国企就只能是什么 国家就咬牙 被这个地就白给 其实就白给 因为没花钱嘛 对吧 虽然贫固入了个值 他实际上呢 也没有折救 对吧 就放了 然后以后呢 很多企业说 那我们也得要啊 对吧 国家说那不行 咱们招牌挂 土地是有价值的 对吧 深圳那么已经搞了 那咱们现在招牌挂吧 土地使用权 那别人买的时候 那我们这怎么办呢 我们这土地使用权 人家说 你那个70年产权 40年产权 50年产权不同的吧 所以这个你别指望 是像棍子产那么房里放 你别指望了 70年那个盖民宅的 那到时候你房地开伙企业 做存货 对吧 40年50年的工业商业的 对吧 工业用地商业地 那顶限嘛 那这类的 做你们的无形资产 你们没有这个棍子产 别想 所以这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有些老国企有的土地 作为工资产核算 这样一个 现在咱们绝大多数企业 再拿的地都是土地生存权 要么是存货类的 要么那是无工资产类的 要么就是投资房产类的 做工资产的没有 那这是咱们说一下 历史遗留问题 这话 对吧 好了 这是咱们说折旧范围 然后工资产折旧 还有一些特殊的规范 特殊的 咱们前面说了 通用的都这些 然后有特殊的 那一个达到预定可用状态 上月办理军工决算的工资产 这个咱们前面说 攒估一个价值 进工资产 那么攒估价入工资产了 以后就提折旧 然后呢 等办理军工决算产生之后 我们知道实际成本来 调整原来攒估价值 但是折旧提的部分 已经提的部分不调了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会计估计 以后呢 发现了实际价值的话 那么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就未来实用 所以什么 你调原值没有问题 对吧 折旧已经提的 好了 不再调了 未来就按新资来提 就这么一个 那再有呢 符合工资券条件的 工资装修费用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 这个中央费用 那么是可以做工资的 对吧 那现在他也需要折旧 他这个折旧期什么 两次的装修期间 和工资生意使用寿命 两者较短的期间 提着就 当然这个装修费用 不是随便便 就能够 做工资的 那不是随便都可以的 因为我见过很多企业 动不动 我们发动装修 我给他寄到一下 我说你这个 就不满足 别费那劲了 直接废话得了 对吧 那说什么可以呢 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可以 那么注意啊 他你能什么 第一个 说与他支出有关的经级币 能留企业 再一个成本能考据几两 哪一类啊 什么工资装修 能带来经级币啊 酒吧 对吧 餐馆 饭店 娱乐场所的豪华装修 那个能带来经级 因为人到那里去消费 他消费一个环境 对吧 他要看的环境好 对吧 吃的好在那 当然吃的不一定好 但环境好 这是人们去的原因 所以这一类的装修 才可能满足 资本化条件 然后呢 你要考虑 有的时候我们要预算一下 对吧 我们呢 说这个大概再过五年要装修 对吧 而棍赞那还能再用 那这房产可能再用二十年 得了 这五年 去什么 贪修这个折旧这个部分 就是装修这部分 对吧 贪修这部分折旧 但如果我这棍赞啊 说还能用四年 说这装修却能顶五年 不好意思 你棍赞就只剩四年了 它是辅助于棍赞上的 那咱俩棍赞别信 那这么一个 那此外 更新改造过程而停用的棍赞 这个要注意 如果更新改造之初 符合棍赞确认条件的 那么这个更新改造的棍资产 将战不战时转入再业工程 那他又不提折旧了 你就注意啊 不说更新改造了 我们就一定要这么化 是他符合棍赞确认条件 那这个战不战时转入再业工程 请提折旧 那么如果不符合棍赞确认条件的 那这个棍赞不能转入再业工程 那么继续提折旧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变化 一个更加准确的表达 那么在这里很不幸啊 我们这个教材啊 这个东西就这样的 他有的时候啊 这个表达准确了 下一个表达不准确了 对于大修理提供的棍赞 那么也要注意 大修理提供原则上 原则上一般都是什么 费用化的 但也有可能满足自不化条件 所以说这样的 如果大修理这个相关支出 不满足自不化条件的 继续提折旧 既提折旧 进入消费成本朋友 如果满足自不化条件的 那么这棍赞是要转载工程的 那当然就不能提折旧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我加了一个说 如果支出是不满足自不化条件的 因为正常来说大修理不应该满足 但是后来有过文件 专门有文件说 如果叫大修理 但实际上满足自不化条件的 还你自不化 所以必须加自不及的条件 此外棍赞提阻折旧 提阻折旧 无论你继续使用还不继续使用 都不能再提 那因为提阻了 就应激就那些都提完了 但如果我提案报废的话呢 我没提出折旧 我已经提案报废了 怎么办 不再补提了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账面价值都转如当期损失了 那这他折旧这个特殊规范 对吧 然后关于棍赞折旧方法 折旧方法呢 我们在讲的还是传统的这块 那么棍赞可用只有方法 年评计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体检 年数总和 这几个 那么我们是根据棍赞 所包含的经历的预期消耗方式 来选择 只有方法的选择 预期消耗方式 意识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但不是说不能变 注意用词 不得随意变更 然后对这个折旧 这些会计估计 所以每年有种量 做复合 折旧的 规范的使用寿命啊 预期残值啊 只有方法 做复合 对吧 那么如果改变了 和我们原来估计不一样的 会计估计变更 所以咱们在这就开始渗透了 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变更的问题了 这样咱们到后面就好讲 好吧 然后呢 注意 说能不能以收入 为基础 以收入为基础 来作为咱们这个折旧的 一个标准 能不能以收为基础啊 不行的 为什么呢 说收入啊 可能受到投入啊 上市过程啊 销售的因素影响 而这些因素 与公司兰有关经历率的 预期消防是无关 所以呢 说企业不能以 包括使用公司兰 在内的经济活动 产生的收入为基础 来具体折旧 有这么一个规定 这条规定啊 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内容啊 咱们先想想 那什么情况 人们会想到啊 以收入为基础 来提折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可能这例子 例子一举 大家就能明白啊 就我们将能看到 这么一个东西啊 按摩椅 对吧 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般买在家里 那堂里按摩 那现代人嘛 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还累 对吧 然后呢 就需要按摩一下 那舒服一下 但是呢 哎呦 就催生了一个行业 对吧 一个行业什么呢 把按摩椅摆在公共场所 人们呢 在那 那扫码付款 就可以享受按摩 那这样的话 你要注意啊 那有人就想到了 你想这个按摩椅 这个收入 是不是就代表着 它的折损 收入越多 说明用的人越多 用时间越长 对吧 所以呢 提出来 那像这一类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收入为基础 来算它折旧啊 因为它实际上 毛尔城来说 这个收入代表着使用量的问题 对吧 好了 好像是有道理 对吧 但是呢 整个准则委员会一研究 发现这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收入不仅仅是它的 本身这种使用量的问题 收入的影响 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它 但这个东西 你摆在那儿 咱们看到 经常有时候呢 说这个东西摆在那儿 很多人不花钱 也不去呢 说付款 它也 它不动就不动了 人们也会躺在那儿 对吧 是不是 而且也会造成它的磨损 因为你躺在那儿 很多人躺在那儿 也不舒服 那它在那儿 也不老实 对吧 反正不自己的 所以这就会导致什么 它有多种情况下的磨损 而这个收入这块呢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量 那而带来的 对吧 换句话 使用量不能完全等于收入 因此 咱们准则说了 不允许什么 以收入为基础 来考虑 它的 折旧的分摊 就这么个意思啊 这咱们解释一下 然后呢 咱们说一下 这个折旧方法 这几个 这个呢 咱们不多讲 稍微搁带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年纪平均法 年纪平均法 也叫直线法 对吧 它是用于什么呢 正常来说 在各块期间 使用程度比较均衡的 公传 那实际上呢 企业也希望 我公传是使用比较均衡的 也希望 但大家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有时好 有时候差 这一块 有时候有差 但企业都习惯了 都用直线法 这么一个 而对它的建议 这样的 年纪有额 等于公传原价 减于预计禁残值 乘以呢 预计使用年线 出于这个是预计使用年线 对吧 年纪有额 那么也可以什么 公传原价 乘以一减据 预计禁残值率 对吧 出于预计使用年线 那每年的这块 那么也可以用公传原价 乘以年折旧率 年折旧率 那会话说 一减据预计禁残值率 出于预计使用年线 也就是我们的 年折旧率 注意这个关系 注意这个关系 这样一个 那么相当 年折旧率等于什么 那也可以换一个方式 对吧 刚才那个是 还有一个方式 公传的年折旧额 出于原值 也是年折旧率 那刚才那个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对吧 也可以用 咱们说 一眼预计禁残值率 出于使用年线 那么月折旧率 这个简单 用年折旧率 出于12 那就各月是均衡的 年折旧率 出于12 月折旧额呢 年折旧额 出于12 或者呢 或者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原值 乘以月折旧率 原值乘月折旧率就行 等于月折旧额 这样一个 那第二个工作量法 工作量法呢 它是假定 工资产 在使用期内 依据工作量 来均匀的损耗 均匀损耗 因此呢 这个在各块期间 工作量不同的话 它既得折额 也就不会相当 那这类的话呢 像有运输车辆 这块 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 说跑多少里程 那这段跑的多 磨损大 对吧 那么下个月跑的少 磨损少 这么一个啊 这块 那么它适用于什么呢 就所要程度 和完成工作量 成正比例关系的 固定资 或者呢 使用期内 并不能均匀使用固定资 所以呢 其实工作量法 有它一个适用度 对吧 适用面的问题 这一个 其实呢 它本质上 和我们职员法 是相近的 只不过你这个直线 是以什么为直线 是以工作量为直线的 还是以呢 这个实线为直线而已 对吧 那么它的计划工是 关系的那位单位的 工作量的值额 等于工资原值 是以一减讯预计算财值率 出于预计的 总的工作量 那等于每单位的 对吧 那么每月值额呢 就咱们前面算的 单位的工作量值额 是以当月的实际的 完成的工作量 这么一个 那么实际上本质都是直线法 那头两个本质都是直线法 只是表现的和什么 呈直线比例关系 不一样 然后双倍余额定解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了 双倍余额定解 那么注意 谁的双倍 哪个余额 注意啊 它实际上呢 是一种加速折旧 就是前面要多提折旧 叫加速折旧 说这东西 一旦用上 马上就折旧耗得多 对吧 那么它的双倍是直线法 折旧率的双倍 对吧 那折旧率出来了 它是正常的直线法 的折旧率双倍 然后呢 我余额定解 所以什么 可以供应赞在每个块期间的 七出的账面的净值 来算折旧 这个账面净值就是 原值减累折旧 那么随着每一期的累折旧 再增加 那么我的账面净值在减少 又是余额在减少 所以是双倍 直线法双倍 余额 账面员只减累折旧 这个余额也就是净值 在逐渐在减少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每期提的折旧 就在减少 前面多 后面少 对吧 所以他年账率等于 二出于预计的使用说明 一出于预计使用说明什么 直线法的 二呢 就是双倍 对吧 这么一个 那么年账额呢 用七出的固定资产的净值 乘以二出于预计使用连线 或者是年账额等于 那七出公司的净值 乘以年账率 对吧 月账率主要之一 这个就用当年的所属年度的 年账率除以12 你看这月账率属于哪一年 那个月账率呢 就是年账就率除以12 年账率除以12 也就是咱们说啊 月账率这块 各月都一样 各月都一样 不用再考虑什么 低减的问题了 对吧 这要注意啊 然后月账额 用年账就额除以12 但这个就要注意了 这个就要注意了啊 咱们说年账额 各年是不一样的 因为七出公司的净值 是在变化的 所以每年折就额不一样 那你月折就额 要看你所属的 那个 折就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每年折就额不一样 所以当年的 每月的折就额 和下一年的 每月折就额是不一样的 当年的 各月的是一样的 和下一年是不一样的 那么双倍余额地减法 在计算折就率时 一般是不用考虑残值的 别的都要考虑啊 就是他不考虑 对吧 但是有一点 对于这类的 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在公司的额导意使用的 年限到期前两年 换成直言法 那最后这点用直线法 还得要考虑残值的问题 前面都不考虑啊 那比如这公司兰 使用十年 最后两年 用直言法 如果这公司兰呢 使用五年 最后两年 直言法 前面都会双倍余额地减 然后再一个年数总和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一个东西 那非常有意思 一个东西啊 这块 所以年数总和 它是这样的 我呢 这个折就率 是个分数 对吧 那首先我提折就基数 以原值减去预计参值 为基数 对吧 所以他也要考虑 残值 然后呢 我的这个折就 这话注意 我的折就率 是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 逐年递减的分数 为折就率 来算各年折额 那我既然是逐年递减的分数 我的什么 每年折就不一样 对吧 那么一点一点再减少 前面多 后面少 所以咱们所谓加速折就 都是前面提的折就多 后面折就少 那么年数总和法下 它的年折就率 很有意思 它的分母 分母这个是一样的 就棍子暂使用年限的逐年数字之和 比如这棍子暂还能用五年 好了 五四三二一 还能用八年 八七六四三二一 这是逐年的数字之和 而呢分子呢 是递减的 怎么递减呢 按棍子暂时使用年限 比如我这棍子暂时用八年 那第一年分子是八 第二年是七 第三年就是六 然后五四三二一 这样的一个 所以分母固定不变 分子在逐年再减小 所以整个分数再减小 那么计算时候 说只用N年 那分母就是 那一加二加三 又加到N 用我们数学推导 结果就是 N乘以N加一除二 那就往里带吧 对吧 这N等于几 那等于什么 五啊六啊七啊 都可以带进来 对吧 N乘以N加一除二 这是分母 对吧 分子呢就是倒数 对吧 比如说N 那N就是什么 一直往前回到1 那到1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它的年折律率就是 这个棍子暂时用年限 除以预计时用年限 逐年数字组合 这年折律 月折律率呢 注意不用那么复杂 就是你所属年度的 所属年度的年折律率除以12 直接除以12就行了 那你个年折律率是不一样的 但是 但是 你当月的 那这12月里面 这12个月的折律率是一样的 下一年就跟你都不一样了 那么年折律呢 它是考虑残值啊 这原值减预计算值 乘以年折律率 月折律呢 也是原值乘以预计算值 乘以月折律率 这是咱们来说的 观赞的折律的方法 对吧 对于它的基本计算 我预计班讲的非常的详细 咱们没必要在旧班再讲了 一定要结合用啊 这个东西 明白吗 好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快计年度和折旧年度 那这一定要加以区分啊 这话 咱们前面说 那哪年哪年 其实都在说的是折旧年度 但和我们的快计年度有什么不同 所以快计年度 一般在我国都是自然年度 1月1号到10月31号 是一个完整的日历年度 也要自然年度 折旧年度就不是了 折旧年度这样的 只从昆斯坦购入的下月开始 因为一旦够入 就咱们一讲 以买为例啊 说买的就够入了 如果是呢 你自建的话呢 就是从这些工程转过 开始的下个月 开始经历12个月 作为一个折旧年度 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 你这些公司产 其实它所属的折旧年度 都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月的公司产 同一个月增加公司产 它折旧年度 那它的起始终止是一样的 那同一年度 不同页增加公司产 它的折旧年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没感觉啊 因为你都是用直线法 你都是直线法 就没这感觉 但有装备的 或是那这个野兽总合法 你会发现这是不一样的 那举个例子 说马云郭子产资产 假定是买的啊 20年4月份购入 那么它的折旧年度 因为购入就能用的 好了 5月1号到21年的4月30号 第二折旧年度 21年的5月1号 到22年的430 以此类推 对吧 这样子 那这时候注意 因为折旧年度和快年度 是不重合的 所以会出现 一个快年度中 吹到两个不同折旧年度 那我说了 如果是直线法 大家可能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东西 确实没感觉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没余额递减 就不一样了 那咱们看一下 这么一个 4月20日购入 那它第一个折旧年度 注意 5月1号开始 到21年430 第二折旧年度 那21年的5月1号 到 22年430 听吧 但是快年度呢 快年度这块 咱们以那21年为例 21年这快年度 它实际有两个部分 对吧 有两个部分 前呢 1月1号到430 走势第一折旧年度 对吧 然后呢 5月1号到1231 是第二折旧年度 各占了一部分 各占一部分 那如果是直线法 就无所谓的 对吧 直线法这块 但如果是双倍UOT减的 是第二总和的 那又不一样了 那又不一样 人问你 好了 人问你 21年这个折旧 你分两段算 它属于 第二折旧年度的 4个月 属于第二折旧年度的 8个月 这个是很基础的一个东西 但也是我们 可以考虑的东西 所以每年都要讲一下 这个东西 所以注意啊 我们在折旧方法当中 使用的都是折旧年度 如果是加速折旧 一个快年度 包含着不同的折旧年度 所以这个区分是最重要的 职业法是不要区分的 明白 那么咱们来总结一下 关于棍子案提折旧方法当中 只有双倍UOT减法 在一开始时 是真的不用考虑 预计三值的 别的呢 都是要考虑的 只有它不需要考虑 明白 那么加速折旧中 各年的 各个折旧年度的折旧额是不一样的 但同一个折旧年内 各月的是相当的 因为除以12 此外 棍子案提折旧 按折旧年度进行 但折旧年度 快据年度 很可能不同 此外 同一个棍子案 在使用寿命内 用不同的方法 每期折旧额是不同的 但应计题的折旧总额应该一致 那不考虑减责的情况下 那同一个棍子案算不同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 折旧总额应急折额 总的一样 只是不同方法下 不同的年份 还是不一样 然后最后呢 咱们说一下 它的账户处理 因为咱们说了 关于棍子案折旧 是个价值转移的过程 所以这个价值转移到哪去了 对吧 是既有资产了 还是进损移了 这要体现的 对吧 那说了棍子案首先按月提折旧 每月既提的折旧费用 按照用途 要么进资产成本 要么进当期所谓 要有这价值转移到哪了 既有资产成本了 那随着资产成本去走 既当期所谓了 那么当期进什么利润表 减少当期利润 那么注意 这一话要会 当月增加棍子案 当月不提折旧 下月起提折旧 当月减少棍子案 当月照提折旧 下月起不提折旧 那曾经啊 我曾经见过有人啊 哎 信誓旦旦的说 你这说错了 我为什么说错了 那怎么错了 我一直都这么学的 所有老师都这么讲的呀 他说这样的 你当月减少棍子案 你怎么提呀 你提不了 都减少了 你没地方提去 而且我们都是 月底提折旧 对吧 你当月减少了 你上哪提去 那注意啊 我们既提折旧 是以上月月末的棍子产 为基础提折旧 所以呢 你设准了 设准公式 我公传提折旧 基础都以上月月末的 自动去 所以上月有的公传 我这月照提 对吧 不管这月有没有减少 照提 所以呢 说当月减少的 我为什么当月还能提折旧 因为上月有 而当月增加的话呢 上月没有 不好意思 提不了折旧 所以这公式设置 很关键啊 这样一个 然后呢 你提的折旧 放哪里 刚才说了啊 按照它的用途 公传用在哪方面 也就是谁使用 谁负责 对吧 对自然管理 那同时呢 这个相关的价值支出 谁来承担 你用了 那这本折旧 就进到你那上 明白 就进到你那里 那当然出了问题 找你负责 所以说 对于固定资产 提折旧费用 对吧 那么看 基本上 实验使用的 折旧 进制造费用 进制造费用 然后呢 进产品成本 对吧 然后如果管理部门 使用的 进管理费用 销部门使用的 进销费用 未使用的 公传 闲置在那儿 没用的 但还是公传的 正常提折旧 进管理费用 不分部门啊 这块 说如果是 自行建造 公传 或研发的 无形资产中 用公传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 这个折旧 进灾工程 或研发制出 就到这里面 那么 如果是进行租出的 公传资产 我租给别人的 那么这个折旧 做其他有成本 有人说 还有进行租赁吗 出租方式有的 对吧 那不要听 有些人 讲的时候 讲的过快了 有的人说 哎呀 现在租赁 没有进行租赁 融赁了 有的 那一定有的 后面咱们讲 投资房产 还会讲到 这个租赁的问题 那还会再讲到 有会跟你讲 进行租赁 融赁 对吧 主要跟你讲 进行租赁 那么有人说 在哪变了 在成租方那变了 在成租方那变了 出租方还有 所以我是进行租出 我是出租方 所以是有的 是要区分的 那么这个 做起来又成了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 考题情况 那么有些题目 已经不太适合 在这讲了 就有些年度的题目 所以说大面的 大幅度修改 那那个我就先不讲 对吧 就没必要先讲它了 那么我们看 还适用的 2010个多选 这个也使得 很多同学受了干扰 说下来一个当中 属于影响困难 折旧的基本因素的有 使用盛命 原值 预计算值 减值准备金额 困难折旧 其他方法 很多人一看这东西 都影响 对吧 你想想 但这个好像都会影响折旧吧 好像是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 咱们事务师对问题 是没有选五个的 最多选四个 因为至少只有一个是错的 那这怎么办 好 想想啊 我们说关于 固账困难折旧的影响因素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就啥 使用寿命 原值 预计金额值 没了 这是最基本的 剩下其他的 也可能会造成一样 但不属于基本因素 最主要就这三个 ABC 那这个讲课 咱们是提到过的 希望大家注意 好了 那这是咱们来讲 关于固账折旧的问题 但实际上没完 咱们有些东西 后面还会用到 所以不能说 就考这一点 不是的 并不这点 后面还会用到的 只现在没讲到的 那后面用到 咱们再来看看 好吧 这样一个 好了 这是咱们讲 固账的折旧 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咱们再往下进行 看固账的 其他有关规范 因为它和我们一般的 还不一样 它有一个后续的支出 对吧 然后呢 它有到它处置的问题 不像咱们前面 咱们讲存货的时候 不讲处置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用收入准轴 公司党说 我有我自己的处置 对吧 所以我也在这讲 处置的问题 好了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进入下一个支点的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